排隊人籠綿延不絕 看不到盡頭 華蓮縣12日起發放 現名價值三千元的正行券 本來是要刺激消費 但三天後就有店家 疑似收到假券 在網路上發文 提醒其他店家小心留意 報紙店老闆娘拿著硬幣 刮掉的防衛圖稱 就是要確認收到的正行券 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15日早上 就差點收到假正行券 損失兩百塊錢 老闆娘表示 15日上午 一名熟客買了750元的包子 結帳時使用500元 和200元正行券付款 不料其中200元面額的出現問題 除了防衛塗層 無法刮出華蓮的英文字母 而且還一刮就破損 兩個都檢查 200的出問題 顧客聽到後 也一連疑惑 趕緊換了另一張 但警方不敢大意 就怕夾的正行券流入市面 17後的中午12時許 把男子帶回來 本分局來進行調查 由於男子後來拿著正行券 再到其他地方消費 因此警方暫時 無法確認正行券的真偉 當呼籲店家 可依照四種示篇方法 多加確認 而除了發放正行券 正行消費 聽團5月天 11月也到台東開場 之後還包含羅志祥 林佑嘉 萬方 彭佳慧等 天王天后 接力現場 當地地方率 也有顯著提升 目前淡季的部分的話 大概有增加兩成到三成左右 11月是傳統台東的旅遊淡季 因此縣政府舉辦延唱會 成功帶動當地觀光業 為林士林山大地震以後 就產生的業績 帶來一絲曙光 記者劉桂交 潘正賢 華聯台東採訪報導